大家好,各位前輩 小弟楊冠華,有些人叫我華記 因為近期我在自己的Facebook說了自己的起叫 接著就受到大量的黃絲港獨攻擊 甚至乎有人告訴我,我過來的時候 他說,你也要小心,因為你是襲擊的對象 但我就說,我相信香港的法治 今天有些東西跟大家分享 其實很多人inbox我,跟我說了很多 主要內容都是說,楊先生 為何現在香港所有的是非黑白全部跌倒 是否我有問題,究竟現在誰有問題 接著我就告訴他 我希望,Kelvin在這條影片 我希望告訴現在香港,真真正正的香港市民知道 我們的香港良心在這裏 在上每一位站在台上發言 我告訴你,他承受什麼 他承受大量的網絡攻擊 他承受大量的無理投訴 他們面對的,你是不知道 因為那些人太可怕 為甚麼? 因為他們不需要上學 不斷用建盤 不斷用投訴機制去搞你 我想告訴你,現在不僅是毛馬和偏見 現在是狂傲和偏激 剛剛看到 在球速找到爆炸品出來 現在我很擔心 明天,明天真的很害怕 現在的年青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時候,年青人想展示一些東西 令自己有價值 例如,在立法局那裏 誰在特區行政長官的層面噴漆 那個就是英雄 這些全部歪理 他要做一些事,顯示自己的價值 其實,我告訴你 當今的年青人 有部分 他們在做四個事 不忠 不涵 不淫 不淫 不熱 為甚麼這樣說呢? 我們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你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這為之不忠 過腦含鬆如虎養大理 攻到你讀大學 跟著你跟老爸老母說 你不識字,你還沒讀過書 我的道理就是對的 你不用我教你 這為之不效 不容許 你公然 在一級謀殺去襲警 沒有人說傳媒 拿些切枝 拿些擠 不斷拆 後腦都被他踢到腦出血 沒有人說 這為之不忍 所有在遊行之後 不肯走 留在這裏的 我們叫做暴徒 這班暴徒 他們違法達熱 這為之不熱 如果現在當今的年青人 是在做一些事 你想展露自己 或者想令自己有價值 我請大家學一下 剛剛我們香港拿了一個劍擊金牌 剛剛我們看到我們的單車隊 現在在河北那裏 日日夜夜 那裏訓練 都是想拿奧運金牌 這些是為香港人震降 現在的年青人 你炸橋容易見橋難 你不斷去搞破壞 其實你是在做一些不忠 不孝 不仁 不義的事 我希望不要再被泛民正棍洗腦 其實現在所有的學生都是無辜的 因為 他被那個什麼叫做 賴 賴得也賴 賴得中 很好記他的名字 賴得也賴得中 弄得壞了 最後呢 我想說 昨晚阿里歷詞 他咬著我 不放 是有微信我 因為阿里歷詞跟我說 他在國內拍電影 但是他想 阻止各位少少時間 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可不可以給大家掌聲 各位在場 兩件事 頂天立被俗裝一面的 香港的良心 眾多女 聖誕書第一敗 最後我想說的是 李力池先生呢 他就託我 他就說 喂 阿歷詞 你記得啊 如果你站台 你跟我說啊 你記得說啊 記得給李力池 以下的說話 由李力池先生說的 不動如山 警惡除奸 支持和平表達 反對無面暴力 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我愛祖國 支持香港 支持中央 支持特首 我是導演李力池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